第二場是雷恩主場對阿仙奴作客 同樣是歐巴16強的賽事,首會合 這場比賽初步看,阿仙奴讓球 現在說是讓半球,雷恩低水 我相信馬會開讓球,這場比阿仙奴讓平半居多 因為半球高水,他未必會讓到半一 其實這場比賽,兩隊的近況 雷恩這隊比賽算是神奇的 聯賽來說是中規中矩 但最近在法國杯,甚至歐巴杯 都能夠晉級,贏得球 好像能夠入球 最奇怪的是對貝迪斯那場比賽 作客都可以大勝貝迪斯3比1 這場比賽真是有跌眼鏡 當時那場比賽,貝迪斯也讓一球 可以踢出球,1比3比分 實屬爆冷賽事 這場比賽,進了一級後 再對一隊英超的阿仙奴 也算是強隊,阿仙奴 近況來說,阿仙奴在前六 現在是第四、五位 他最近的賽職,賽和熱刺那場比賽 其實都不失禮 對著一隊今季未和過的熱刺幾乎贏了 可惜最後還是被熱刺追回 看回他之前來說 這隊球賽,作客歐霸賽事 都經常爆冷給你看 即是說他作客的時候 就不懂得贏球 次回合他就大勝利了 那你說今場球會不會是這樣呢 其實都難想的 其實阿仙奴 講真句 你說從實力上 一定都是稱高於雷欣 但你說如果今場球的盤頭這麼辣 要養成這樣 那我有些不太敢買 坦白說,我都覺得這些球賽 好像第二回合就可以贏你了 即是回到主場 那你今場球會選什麼彩詞呢 個人傾向會入球大小 上面下手呢 也是 今場球我覺得 選一個入球小 應該就像現在這樣 會有2.5球 那我相信 到時馬會開出來的 賠率呢 可能大球1.8 細球1.9 幾乎可能1.85 到1.85 亦都不出奇 因為現在看上去的賠率 都是比較均等的 那為什麼我會推介入球勢呢 那我覺得就是 可能阿仙奴 今季的作風都是這樣的 就是在聯賽 就繼續保持爭前四 因為他下場球都要對曼聯 然後回到剛才 在主場對你雷欣 那我覺得今場球 阿仙奴贏到你 也是可以贏到你 那如果贏不到你 反正賽和理 或者甚至乎 即是1比0 1比1 這些比分 我覺得都可以接受 那所以來講 我認為今場球 阿仙奴也不會進去 那就看女人 拿不拿到入球 那如果女人拿到入球 那如果女人拿到入球 分分鐘 阿仙奴贏不到 都不出奇 那所以來講 個人傾向 首輪賽事的阿仙奴 我也是選一個入球小 無謂選一個上下半 推薦2.5球的入球小 推薦2.5球的入球小